Hello 大家好 我是地長V 現在是這個黃泥沖街市 我們叫直出 黃泥沖街市的熟食市場 今天介紹給大家 小K有個活動介紹給我 他說來玩活動前 來這裡吃點東西 這裡有什麼特別呢 是伯母 你不要笑 是伯母的 怎樣形容 家族生意 其實我很少去介紹食物的地方 拍片 久不久就會有人說 你可不可以來試食物 我就很少 一來怕拍得不好 二來因為我本身也是做飲食出身的 我還有一些要求 但如果小K叫我來試一試 當然要試一下 其實Lincer剛剛我吃過 我試一些很重要 試到茶的好模的東西 第一就是咖啡 咖啡呢 通常我們去喝呢 都會很勇敢 不是職務咖啡 職務咖啡呢 不是重點 而通常在茶記的時候 咖啡呢 因為去得慢 坐得久會酸 那就導致不好喝 但是呢 這個咖啡呢 可以備受 即是它有牛轉快 所以是OK的 另一個重點呢 就是那個 沙嗲肉麵 因為沙嗲肉麵呢 很多時候呢 大家會吃些麵呢 給多一點時間 給我介紹才玩這個比賽 都會軟 或者會選擇一個公仔 出錢一丁 因為會穩陣一點 但其實呢 我會試一個基本的麵 因為麵又不是很貴 但有些茶記會貪品 用一些很軟的麵 那這裡的麵很食的OK 另一個我試到OK是牛奶 有什麼注意的小K要 嗯 嗯 夠不夠香 夠不夠脆的嗎 不是的 因為很多時候呢 有些茶記用一些魚肉 是會味道的 哦 對 那這個是實的的 OK 所以呢 試這幾個東西 其實試一間茶記呢 質素好不好 那整體來計呢 就算小K不是坐在對面也好 哈哈 我其實有些槍指著她 我都會覺得是OK的 好 好 那吃完之後呢 她還帶了一個波羅花給我 不過頂上了 因為波羅 這個波羅很出色 那原來在玩那個 還要試路的女生 還要試過波羅花 小K跟不一起試路啊 嗯 我一會兒送你去起點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囉大家好 我是隊長P 跟Kent整個早餐之後 來到活動的起步點 為成介石一九零三 好 活動怎樣玩呢 今天就跟Kent介紹吧 不過對面有些工程在做緊 我們走前一點再出隊 好 好 來到正一個位置 活動叫做馬後炮 是 怎樣馬後炮 馬後炮 顧名之意呢 其實是說三個地方 馬呢 就是 當然我們現在身處的跑馬地 我們起點呢 就是剛剛隊長所說的 就是圍城街石 OK 而後炮就是天後和炮台山 是 這個賽事是由跑馬地 跑經這個炮台山 最後去到天後 而終點呢 就是最近很多人去的東區海洋公園 這個海洋公園我都未去過 沿途呢 他比我路線我看的時間 我覺得頭中有很多特色的 再經過兩個我覺得很美的山峰 其中一個我覺得是首選的小馬山 10公里了吧 通常差不多 剛剛10公里 剛剛10公里 沒有發水嗎 應該6公里 OK 剛才在伯母的地方吃了個 相當不錯的早餐之後 就回到這裡起步了 話說回來 早餐禮拜日是沒有的 對 沒錯 開這個星期一至星期六 這個孝順仔不讓媽媽那麼辛苦 應該是這樣吧 除非不是 好了 我們就準備在這裡出發了 你不陪我嗎 我不會 現在要趕快 日理萬機 他最近好像做一個消費券 是在消費中 來到這裡我就準備起步了 路線讓我介紹 好 加油了 有什麼好東西就介紹給大家 好 出發 好了 起步當然要打卡 打完卡之後 我們沿著樂活道的方向走 好了 接回到樂活道之後沿著斜路上 今天天氣又是非常藍天白雲的日子 青島萬里無雲 好了 跑到這個位置要轉彎 樂活道很可愛 不是直去的 是要轉彎繼續上斜 上斜 上斜 看到樂景台 不要阻礙進去 直去那條斜路上 繼續上去 好了 沿著這條彎曲的樂活道上斜 大家可以定義公里島 沿途會經過很多樂字頭的屋圈 豪宅區 就會接上這個 渣甸山花園大廈 即是大坑道出現了 樂活道走到盡頭 這個位置會見到 渣甸山花園大廈 這個白色的圍牆旁邊 前面就是大坑道 那邊 大坑道的右手邊 跑大概七八兩米的距離 慢慢等 這裡都算幾多車客 小心過馬路 沿著右手邊走 剛才上斜路為主 我提到大家 若要跑得好 要跑多一點斜路 而這段的大坑道 就還要為主 明明還要向下走 這段 樹蔭指數高 可以加快速度 跑快兩步 來到這個位置 看到對面有個日本人學校 我們還過馬路了 上山的位置在對面 果馬路才說 來到這個位置 來到這個位置 正式準備上山 起步到這裡 跑1.8K左右的距離 當是熱身 石斯馬路的斜路熱身之後 來到這裡 看到寶馬山煤氣管道的垂地入口 無關我們事 我們承認去 在旁邊的山徑 開始正式上山 十公里鬆一點 減了接近兩公里 即是八公里鬆一點 在這裡 開始可以脫上口罩 雖然有朋友說 一跑步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 我就比較穩陣 少少 免得被人挑戰 始終馬路邊都是跑停停 免得停下 人們問你是否在跑步 這樣就無謂 穩陣一點戴口罩 跑完電斜路 現在上樓梯級 就無法擺放 跟大家分享客戶小資訊 說說我來到這裡 今天是星期一 這幾天做了什麼 星期六日 就去了這個Camp 和二級生理班上課 那天早上去了樓梯 向水頭跑步 再早一天 我就去了這個 古洞水頭那邊的獅子嶺 而好像我這樣 通山走 沒有時停 雖然上樓梯級 有少許車氣 但是偶氣有力 跑 粗練固然重要 與此同時保養也重要 保養這副重要關節 我選擇了飲用上一部4D藥奶粉 FROC調查報告顯示 搞了一個%有效改善關節痛 獲得醫護協會認證的醫學級數成分產品 著名的骨波醫生 除了開話齋 如果你不保持這副關節 出事都不理會的話 隨時都不理會 隨時走都走不去 醫學級數以外 好比也很重要 很多主要的運動員 甚至乎 沖山走的我 都是飲用它 來保護一對重要的關節 萬靈少量No.1 又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保持著 才能長玩長遊 而說到保護這個重要的關節 有朋友很謙證的問我 是不是只是飲用奶粉就可以了 當然不是啦 大哥 你要操練 操練 休息 復活 要一個Good的Balance 才有好的效果 好 走吧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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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資訊 這條樓梯級很快走完 見到綠色扶手欄杆 好 見到綠色扶手欄杆 這條是金督池馬徑 我調完住金督池馬徑的左手邊走 轉了十多下步之後 會見到這條樓梯級 這條樓梯級 也是可以大坑度上來的位置 不過賽道就先另一邊 上來才是比賽賽道 來到這位 我們右轉 上樓梯級 這段樓梯級不是很長距離 845米多的距離 就會接班大潭郊遊徑 上去大潭郊遊徑 我們會見到沸水庫 我們會沿著郊遊徑的右手邊 繼續走 繼續走的時間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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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天氣上熱氣路不會快 給大家看 OK 剛才說到 保養你的關節 真的不要只靠喝杯奶粉 就可以了 你的粗鍊 Recover是很重要的 分享一下Recover Recover 按摩 或者是用一些 按摩槍 或者是近來流行的筋膜刀 都是有效地幫你 可以舒緩你的肌肉 這期我最喜歡用筋膜刀 看它夠方便 好了 剛剛提及的配水庫 炸電山2號配水庫出現了 我們沿著配水庫的左手邊 向前走 上來炸電山配水庫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非常之靚的 左手邊還可以看到 聶高順山 我們會沿著直去 做時間的要跑去 因為這段是好路一條 由這個配水庫到另一個配水庫 另一個配水庫如果沒有記載 是大潭配水庫 這段子 全速前進都可以了 那我在這些時間 當然是回一回去 吹吹吹水 剛才提及的按摩槍和筋膜刀 筋膜刀的好處是 希望它的電流可以幫助你刺激到這些肌肉 舒緩的程度會快一點 滑的時間也沒有那麼累 這是一個好處 我最近去看骨科的治療 之後才分享給大家幾好的經歷 那是針對去處理筋膜 那當然 治療的筋膜和筋膜槍的處理是兩回事 那我現在分享的是 是一些自己按摩性質的筋膜槍 其實那是可以幫助你舒緩你肌肉裡面的疲勞 譬如我玩這個比賽 基本上肌肉就算不抽筋好 是硬的 那你不令它鬆弛 下次再操練的時候再強硬 你不斷在很繃緊的情況 就有機會造成路損 還有不能夠達到一個好的 操練狀態或者比賽狀態 筋膜的字眼對有些朋友來說 可能比較陌生一點 其實我也不算熟 我大概早三四年前 在武漢馬拉蟲 即是武漢肺炎之前 那段時間我真的去玩馬拉蟲 不是武漢肺炎 即是武漢發生肺炎 那就去玩馬拉蟲 去踏骨 中醫師就聊天講開 加強了對這方面的概念 最近因為有些傷患 那你去看的時候 又再了解多一點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回復的過程 針對這個問題 做一點點的修復 都是有幫助的 早前我看到小K 她送了一把給我 一直都是放在自己用 那她這次活動好像有架構 比原本便宜了些少 有興趣的又玩的活動 就看看有沒有需要去架構 不是硬燒 純粹覺得有些用 分享給大家 OK 繼續上去這條斜斜的樓梯級 忘記這樓梯級 有些火不對板 剛才我說平衡跑著去 兩個背水庫之間 但是為什麼要上斜的呢 OK 戰時為敵 大哥 山路來的 總共有些少想像落落的 繼續上吧 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是直上樓梯級的 繼續上 但這條是黃泥沖峽徑 這條出名 多戰時遺跡 機槍堡 JL02 應該是這座 剛才我們上來的時間 看到這一座 快快地看一看 未來過朋友 值得去看看 這條 有一些坑草 是當年打仗之勇 腳下的這一座 就是機槍堡 很厲害 好了 看完戰時遺跡之後 我們上回大潭交易徑 沿著大潭交易徑的右邊走 好 來到這個位置 會看到左邊有一條樓梯級 出現了 這個位置上去 就是這個配水庫位置 不要直去 直去不是不行 鬥完了 OK 沿著樓梯級上 上來 看到鎖住了 不用絕望 山徑在我們的右邊 鎖住配水庫頂走 好 看到另一個門口 也是封住了 當然了 不關我們事 也不用到下面 旁邊有一條小山徑 OK 由於小山徑上幾步路 一直沿著鐵絲網外走 這些都是行山隊經常行的小徑 很快便會離開這個位置 很快便會離開這個位置 希望後半邊還有一些石窟在旁邊 沿著石窟落 夏天的時間 草始終都生得貌密一點 OK 撥過少許貌密的草 出來這條是甚麼勁呢 港島勁 出來之後沿著左邊走 這條路是否有少許密密地 不要緊 就要問過小崎了 這條路是他想介紹給大家 玩得有少許難度的 如果覺得是密的話 跨回到外邊 即是地圖看到這個位置 都是OK的 走遠一點 但是就會慢一點了 OK 釋除轉變 來到這裡繼續跑 好了 看到兩棵柱並排而行的話 就是我們進入了 衛徑和廣島勁的重疊路段 好了 轉了之後繼續是藍天 但是沒什麼白雲 好曬的天氣之下 上這個渣電山 700米多的距離 好了 上來433的渣電山 三角網測站 好曬啊 在這裡休息一下風景 這個位置 望出去的香港景色 又是very good 譬如去指出 十分之間 很重要 We could, but we could never be friends We could never be friends We could never be friends We could never, we could never We could never be friends You feel a type of way, well that's fantastic Nothing to something and now it's drastic We could never be friends We're so done In everance You have fun Oh, go and say it like a mantra You know what you want to go 可以在這裡放飛機的位置放轉飛機 走遲一點小馬山因為有爆炸品中心的話就飛不了 好了,下山的時間再提提大家 除了拍風景之外 剛才這個渣甸山的山頂 也是比賽活動的指定打卡位置 打完卡之後我們就下山沿著爆炸品中心的方向走 下山之後再上小馬山 小馬山是這個活動的第二個考驗 基本上上沿渣甸山的小馬山之後 之後那些是好的指定 好了,來到這個位置開開機 有條引水道 這個叫渣甸北引水道 也是渣甸山和小馬山中間的架位 還有一個牌寫著H56和W12 墨徑衛徑的重疊處 我們沿著這裏上 上小馬山雖然好像接近400 如果沒有記錯一會再看看 但其實這個位置已經有300左右 總之上的幅度只有100海拔 不算是太過甘的上山路段 沿著鐵絲網外圍走 是這個初段的路段 雖然這個位置 左邊是化破中心 一些人為建築物 但右邊是很棒的 但是騰水塘 水塘也是人為建築物 但是一個好風景的地方 好 沿著漂亮的風景慢慢塗上去 好了 如果告訴你 香港的山有個特色 你說不出的話 可能你都沒試過去走一些外面的其他山直 香港的山的特色就是多樓梯級 而港島區的特色就是多樓梯級 多樓梯級得來 比正常香港的山更多樓梯級 剛剛走完樓梯級上炸電山 再走完樓梯級上小馬山 來到屏門這個位置 這裡前面右邊看見的是北拿山 左邊是小馬山 嚴格來說 最難的路段過了 最大攀升的過了 只不過是在左邊 微微離開這個 港島徑同位順境的交換處 轉左上小馬山的山頂 來到這個位置 最後一個並排而立的 標距處W13和H57 我們向左邊 左邊是比較天然的山徑 看著發射塔的方向走就對了 這裡有個分岔路 左兩邊有路 電塔在前面 我們靠左邊走 右邊是不對的 然後左邊微微上 看看 第一次看路好像很密 實際上走前幾步 已經看到是開陽的小徑 一直看著電塔方向走 好了 一段仔環山小徑 然後出來了T字路口 看看右邊 前面有個位置封了 還有一個交右徑 位徑的牌 OK 我們沿著左邊走 左邊 左邊 是不是感覺有一點點物 正常的 天熱 和臭涼一點 會比較好 都是野草 到腳碗 差不多 但是腦杯是清楚的 OK 一路遠遠走 還看到有絲帶引路 外面有鐵網 鐵網 我們沿著旁邊走 旁邊走 之後 我們是靠左邊 小馬山頂的方向 和下山的方向 這個位置 景色有多美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你看一看 九龍東 魔鬼山那邊的景色 是多開樣 今天好天 完全下氣都沒有 想高一點點更美 上去看看 來到小馬山的標高處 大概是424米海拔高 這個位置 不是在地圖 記錄住的位置 要小心注意 不過打卡位 就是這裡 來到這麼美的位置 記得在矮仔處打卡 標高處在這個位置 最高的山頂位置 未必在這裡 比賽的打卡位置 就是這裡 也不需要專門找到最高的位置 這個位置已經足夠 因為這個位置 看出去的風景是很美的 原本有在這裡放飛機 但是來到車車 這裡剛剛是窄界 可飛與可不飛之間 為了安全起見 我是決定不飛 或者低一點點的位置 但是這個位置 看出去的景色 是非常非常美 直往過去的就是飛鵝山 除了飛鵝山之外 一直掃過在九龍東那邊 會看到這個里漁門 和將軍澳的方向 雕魚翁也看到 還有這個堆填區 近近的這個 北拿山 好了 下山 一直看著飛鵝山 和九龍東的方向 很美的景色 直往下去 與此同時告訴大家 我們這個比賽活動 來到這裡已經走了一半 一半 一半不太出奇 對吧 不過最頂端的位置 那兩個位置 兩座山已經過了 原則上來計 打後下來的日子 一定比之前好過 正所謂虎盡今來 接下來跑得到的 就全力推進 好了 下了一段仔山徑之後 還有拍攝的路況 還有觀景給大家拍攝的路 都是沿著黃埔泥路 微微落斜 外出的一樣 是望回九龍東 現在這個位置 是望見啟德 這麼長的方向 我們會看到啟德郵輪碼頭 和這個 Megabox的方向 對面直往這座山 如果沒有記錯是307 那一座有桃鴉建築物的山 但我們不用上去 我們到下面的位置 就是左轉 下一點點這個位置 更加清楚 在這裡給大家看看 九龍宮景色 藍天白雲 加這個桃鴉山頂 還有這個 收音機的發射站 好像是 那邊看見的 太平山頂 下來了桃鴉 看到一條橋 這條橋叫小馬山橋 這條有寫 左邊有寫 過馬橋 去到前面的山咬分之路 我們左轉 左轉會去哪裡呢 先走一段 眼前看到的小景 之後會出去接大山徑 那條大山徑 叫做金督池馬徑 我們沿著金督池馬徑 右轉 會去到這個山的旁 紅香爐峰 比賽路線就不用進去 但是喜歡的話 可以進去拍照 打卡 甚至黃昏落下景色那裡 非常之正 不過都多人了 一段小景之後 我們出來石屎路 我們轉左邊 右邊是去桃鴉 建築物的山頂 轉左邊 這條還不是金督池馬徑 再向下微微走一段小路 一段小路之後 看到流水山間出現 有些流水聲 沿著左邊走 這一段小路的路段 如果之前有看過我的影片 HOT25的試路路段 會經過就是這裏 逆頭方向對頭方向走過來 而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看到警告 電台重地不得善進 我們沿著 右手邊 繼續沿著石屎路走 右手邊前行不久 看到樓梯級 上樓梯級 就差不多接到金督池馬徑 上去這個位置 右手邊 掘頭腦 左手邊轉才對 來到這個位置 當然要分享一些開心資料 比賽來到這裡 超過了6K 還有4K的距離 全速前進的路段 來到這個位置 還要分岔路口 不要直去 直去都是金督池馬徑 但右手邊都是金督池馬徑 一直沿著斜路 跑到下來 或者走到下來 去到有個分岔路要注意 不要再直去 直去是金督池馬徑 我們是去金督池馬徑 不過是下到這裡 右手邊這條 早晨 早晨 這裡很清楚寫著 金督池馬徑 由此路進 我們右轉 這個位置 這一段 樹音指數高 而且平衡 又是跑著去 繼續跑著去的路段 而這裡一直跑著去的短期目標 紅香爐峰的入口位置 大概是1公里 很輕鬆 而且還要微微走 所以是一段非常棒 可以跑著去的路段 來的 高高高 好,眨眼沿著金督池馬徑 來到T字路口 嚴格來說應該是10字路口 因為這個位置還有上山的路段 但不要理 左手邊直去就是這個紅香爐峰 這個很漂亮 很容易去到日落的漂亮山頭 不過我們不出去了 因為現在時間上早 有時間才等日落 我們會沿著這裏下去 一旦下去的時間 就立即是一條上來 很容易去到這個紅香爐峰的路線 我們會沿著這裏下去 基本上來到這個位置 這個比賽活動 差不多山徑的路段 走完禁制了 OK 這裡距離終點大概到2.8公里左右 然後下來會接到寶馬山 來到這個位置,注意到這裡 不要再直去 右手邊會看到一條下山的樓梯級 我們沿著樓梯級下去 這個位置 如果你們遇到上課 放學時會噹噹噹噹 或有些校中的聲音 因為下面的小學校 這裡是校舟 然後去接到寶馬山 而至於剛剛我們經過的 紅香爐峰緝的位置 這個紅香爐峰到底有多好多hst呢 之前有一條影片 去Stickation之後 在那位置裡 看了一陣落下景色 有兴趣可以再看看 而我们来到这个位置会见到一个 应该是水墓设施还是煤气管设施 我们沿着旁边外围走就会出回大路 很快了 一直沿着铁网走到这个位置 旁边有条纳位 够瘦的放出去 如果不够瘦的 轻轻踢出去 我就刚刚放到了 好 来个回望镜头先 在这个位置 拍一拍 接着这里 宝马山 好 来到方向位置 这个宝马山道好多校车 没理着校车 我们一直在宝马山道直队下去 好了 分岔路口了 离开宝马山道 我们左转到云景道 在这个位置 离开宝马山道 同样 这个云景道都是校园区 明明向着车方向走 沿着云景道 在这个位置 看到云景台在我们的左手边 对面有一条楼梯级下去 没错 我们就沿着这楼梯级直队下去 这条楼梯级好有趣 下边会见到马路 这条马路都是叫做云景道 又是涉来涉去的 再下一点会见到我们的第三个图中的打卡位 这个的三号花园 这个的天后庙道三号花园 一个日式花园 好了 下到这个位置 右手边就是另一个打卡的位置 一个日式花园 我们日式花园的位置先打卡 打卡后我们就沿着落山的方向的天后庙道 落到炮台山 然后再沿着海旁的方向 这个海岸花园 就是我们的中点 这里去到中点多远距离呢? 就是炮台山站 好了 康复台之后 接上去英王道 前面就是炮台山站 接上英王道 我们右转到炮台山站 炮台山站有个打卡的位置 夹水墙 打卡之后 继续沿着炮台山站直去 在前面的位置 先沿着天桥 过回对面马路 第一个楼梯口 不要下去 继续向前直行 接着的位置是电气道 看到右手边是市政大楼 就是在左边的楼梯口 落到下面的电气道 沿着左边方向走 电气道之后 沿着左边走 300厘米的距离 我们会看到右手边 在屈辰道 转到右手边 就是我们的中点 跑完这几百匹 来到这个路口 会看到屈辰道 这条屈辰道 我们右转 500米 最后500米 出到码头的位置 中点 来到这个位置 看到桥底 穿了桥底后面 就是海滨公园 穿过这个门口 还未到中点 小K的中点 是在最尽的位置 不是小K搞这个活动 我都未来过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挺漂亮 我想除了是玩比赛之外 从这里拍拖都相当不错 早前 应该中休节的时间 这里应该有个彩灯会 在这个环境 那一刻也挺漂亮的 好了 朝着前面的 不知道是否叫金蛋 总之那个地方 出去出去吧 风仙 叹当 叹当 好了 来到终点 这个是维多利亚港 旁边的一个艺术品 这里还有一个小灯塔 好了 10公里松一点的路程 试完路了 是不是很辛苦呢 我这样的速度 当然不是 就算你拼命去 应该都不像一条太难的路线 基本上 上两个山为主 都不是太难的路 都是挺好跑的 渣天山和小马山 当中又夹着了一些 有些小小密的路线 或者小懒满的路线 是相当之有趣的 而来到终点 这里也是挺漂亮的地方 我没来过 原来有这么漂亮的 比赛的名称 有一个特色 马后炮 不要说马后炮 一开始我看路线 觉得挺好玩的 OK 对着镜头吹水 也有一点晒闲 过一点 比赛除了路线 之外 都相当不错的 今早听小K说 是有两种不同颜色的山 给我们选择 还有背心 或者是短袖 给我们选择 除此之外 又有一条冰筋 如果你觉得 刚才我介绍 你的筋膜 都OK的话 好像有一个 的筋膜 是有把筋膜 都跟 或者加扣都OK 详细的 当然看回大会的网页 毕竟我的资讯 都是 可能有些变动 都不出奇 始终看回大会 资讯都OK 而小K 这个路线 我自己个人觉得 是挺有趣味性 除了有小肩膜 马后炮之外 途中经过的地方 都是挺有香港特色的 由1903年的围城街石 到近一两年 兴建的 维多利亚港海旁的艺术建筑 都很多香港特色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看 这路比赛之余 看看美风景 都是一件乐事 今天的路线 就分享到这里为止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条短片介绍 和小K 的路线 最后的话 参加比赛之余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和订阅我的频道 分享到这里为止 下条片再见 拜拜